在我身边的是歼10C飞机 它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改进型超音速多用途战斗机 它主要配装了先进的航电系统及多型先进基载武器 主要担负中进程制空和对地面海面目标精确打击的任务 特别是像歼20歼16和歼10C 人们经常把它换自己三天克体现出来 广大人群众对空军这种先进飞机的一种钟爱 歼16主要是发挥它在双发飞机 在格斗方面的这种机动性这个方面的这种特殊优势 或者综合作战能力比较强的这样的一种优势 而歼10C呢发挥它这种信息作战能力上的特色 和传感器的这种优势和远距 中远距空空和空面攻击能力上的特殊性 两者进行有效的结合 形成一种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一种综合效果 三代半战机和三代机箱 它都属于三代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平台 但是三代改进性就是人民所说的三代半飞机 主要是在它的雷达方面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改进 同时它的信息攻防的手段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 比方说电子干扰 电子侦察 电子攻击 这样一个能力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提升 那么这种传感器和电子战能力的这种提升 对于它的综合主要领域的提升来讲 就非常非常重要了